聚集了何超穷、刘嘉玲、甘比李嘉欣等扩泰名媛的亚洲豪门盛宴 合照的时候邱永云却能稳坐C位 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 聚会年年有 不过要说热度最高的聚会 还得是各种名媛豪门之间的聚会 这种豪门聚会更是一个社交场 在周大福创始人郑玉彤孙子郑志刚组织的 2022届K11 Night盛典派对上富豪名流渣堆 在这场亚洲豪门盛宴中 集结了包括何超穷、刘嘉玲、甘比李嘉欣等 随便拎出一个都是身家过亿的扩泰名媛 甚至就连韩国最大财阀三星集团董事长 李在荣的前妻林士林也来到了宴会现场 不过在这场聚会中焦点人物并不是这些扩泰 而是周凯璇和传王董浩云侄女张培威 吉亚市之父商界传奇邱德跟孙女酒店公主邱永云 这位酒店公主到底有何能耐 能在一众贵妇中稳坐忠心呢 其实在很多聚会中 邱永云都坐在C位的位置上 当然能有这样的地位 与邱永云的身世密不可分 邱永云可以说是名媛圈永恒的大女主 不仅仅是会投胎 邱永云更是在豪门这种重男轻女的环境中 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实力 成功在姐弟四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远东集团的第三代当家人 本来可以躺平过幸福生活 偏偏爱搞事业 谈到香港豪门的女继承者们 就不得不提名媛圈永恒的大女主邱永云了 何超琼和奶茶妹妹跟他同框合照 两人都得把C位让给他 邱永云是远东集团邱氏家族的第三代 他的爷爷邱德根不仅是远东银行创始人 还是亚氏前主席亚洲小姐创办人 产业遍及亚太地区 而邱永云的父亲邱达昌 更是把家族事业发展出国 一度被称作马来西亚里加成 可见邱达昌在马来西亚的权势之高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别人的终点 最可怕的是他既漂亮又优秀还努力 邱永云在贵妇圈的威望 也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地位 以及前两代掌门人为他铺好的路 还有他自己的实力与努力 在邱永云12岁那年 他远赴英国读书 并利用了假期的时间去酒店实习学习 对酒店的运转模式与变现途径 有了深刻的认知 因此在邱永云25岁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家族生意就成功拿到了总监的位置 然后更是凭借自己对酒店的认知 创办了地盛集团 在邱永云娴熟的运转下 他名下的酒店入住率高达90% 远超香港其余的酒店数据 甚至在2014年 邱永云被福布斯评为亚洲杰出女性企业家12强 豪门千金爱上穷车手 两年连生两胎却压根没打算结婚 虽说邱永云事业顺心 爱情中的磨难似乎总是多了些 或许是因为自己会赚钱 邱永云对男朋友的家境没有强烈的要求 他的男朋友董和斌是一个家境优渥的赛车手 曾被誉为是中国第一F一车手 即便董和斌的家境不错 但跟邱永云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 两个人相识相恋多年 甚至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至今邱永云的婚姻状况依旧是未婚 至于他们为何迟迟没有结婚 有人说是因为家境的不般配 还有不少人认为邱永云和一般的女生不一样 对他来说结婚与否 只是一张纸的区别罢了 至于他们之后到底会不会选择结婚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都说人在豪门身不由己 但是邱永云却有自己的选择 活得漂亮又潇洒 不得不说 家境和实力并具 难怪邱永云能够在一众富婆中坐稳C位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郑志刚之所以会举办这样的豪门晚宴 要请甘比刘嘉玲李嘉欣等等 并不是自己的真正目的 他只是为了增进自己跟邱永云周凯旋等 真正富婆的联系 毕竟在商业场上 一个真正有背景有实力的人所能带来的帮助 要比只有钱的扩他们多得多 他只是为了